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 这个徐晓鑫不是被大雇的老公吗 爆料说他有设三部法 包括收回扣、浅见声纹等等 昨天徐晓鑫就说 针对媒体他不受访 但今天直接摆出了开战的知识 好我们就要3Q 今天徐晓鑫说他心情超好的 怎么说呢 他说这样的无端指控不需要再理会 免得炸鸡犯言论在社会上不断的传 就把他当成脏空气 空气污染吧 那不是说欢迎来查吗 那现在怎么又把人家打成炸鸡犯呢 不可信吗 女强人出来发言 然后嘴上带这个言不由衷的事情 你这么爱回应 直到这个徐晓鑫在台北市议会 记者给他的这个共识 就是说没事找事做 就是一般像刚刚我们有问题 会去问赖瑞隆 会去问谁问谁问谁 那徐晓鑫在台北市议会的时候 跟记者说欢迎来问我 或者是跟他没有关系的事情 他说我下午会在哪赶快来找我 所以是一个踊跃发言的小同学 可是遇到自己的事情 居然罕见的先站离一天 断线中离 那今天呢出来的时候 女强人出来发言带着欢笑 强言欢笑 那当然这个司法的东西 我们还是讲究证据 那只是说在这个时间点被指控 他有一些行为举止很可疑 第一个周刊要报导 前一天他一定会查证 我自己的经验 我曾经被跟拍过三四天 那个前一天要看之前 记者打来跟我讲说 那个委员我们明天要刊论你的新闻 我们跟着你三天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跟到 所以会写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然后本来是要叫你平衡发言 但是因为没有内容 所以就不需要平衡了 就跟你告知一下 然后就这样子 可是许小新的状况不一样 有人指控他 潜见声闻内线交易收受回馈 那你理论上徐老师应该要有一个回应吧 我要有一个说法吧 他没有说法 第二天应该准备好了吧 没有准备好 躲起来然后发了五点声明 今天出来说他是空无强言欢笑 情绪落差太大 如果这是一出戏的话 看着看着不联系 不知道是在演什么 所以我觉得杜炳城的讲话 杜炳城要负责 杜炳城应该要把事情讲清楚 如果如同这个需要新指控 他是一个一届草莽人士 一届炸漆灌犯 甚至是家暴嫌疑 请问他怎么会知道浅见声闻 浅见声闻是什么 菜市场有在卖的东西吗 浅见声闻 我那时候去 我坦白讲 我当立委去海军那边 也有上好几次课 我记得是读到很后面的时候 才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他把整个构造设备都弄清楚之后 他后面在讲车业 在讲到声闻的时候 我们才听得懂 看起来是有念书的 对嘛 所以是这个逻辑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第一点 第二点 在说这个叫做诈骗犯的言论 是什么 是空污嘛 当作空气污染算了嘛 好啦 假设他说的是空气污染啦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有一句话叫做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如果要被关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谎的 我拉大家进来下水 进来监狱开同学会 进来也是男生女生分开关 也不会开同学会啊 所以他的目的动机是什么 不送 不送吗 反而说不定就是只是把老实话说出来 不过我们不止色徐晓星和国民党 浅见深吻这个还是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东西要卖 因为他徐晓星莫名其妙跑去说 我军火商我都不认识 我只认识国喜 国喜一听 哇你的闲着也是闲着都不闲世大 国喜过去做海军顾问 就是在穿梭如何跟各个不同的国家 把部件找来台湾 把技术库房还有设备 你没事去提国喜 国喜就说我跟你讲啊 我讲到深吻的只有三种人啊 一种叫做共匪 一种叫做商业竞争 然后还有一种叫做这个政治攻击 就只有这三种人 那请问你是哪一种 那徐晓星就告了国喜 徐晓星又告 又告 也告国喜 那徐晓星就 猜测也不行 连连看也不行吗 不过我看郭喜的发言内容 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告的 他就猜测啊 其实他对我猜测 徐晓星现在会起人疑漏 不是你的标签就贴不住 如果徐晓星看起来不爱钱 或者行为不爱钱 那些什么都跟买房子都连接不上 什么名牌包都连接不上 如果徐晓星不懂国防 也不关心国防 那这个浅见身份也连不上 可是徐晓星有三个 跟国防有关的疑点嘛 第一个他跟郭喜对干是什么时候 是马文君深陷泄密案的时候 他突然跑出来拿一个录音带什么 七万诸字稿嘛 第一个那个东西是谁给你的 第二个再讲这个 选国防外交委员会这件事情 就立委都有各个专业 那徐晓星是哪里来的灵感决定要选国防外交专业的 到今天我还是不太理解 就是比如说我们喊台独 那国防是政治的延伸 所以我们进去 这个当然是就是为了要顾台湾主体性 那徐晓星进去是要顾中华民国主体性吗 可是在选举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人特别讲这件事啊 他可能平常比较关心经济什么的 就算你关心违规停车也应该要去交通嘛 第三个就是他之前身陷遗允的时候 讲说要把潜见八艘拆开来审 这个很不合逻辑 甚至讲比马云军大深 这三个疑点才会让人家觉得 你跟国防是不是有超乎想象的关系 好所以就3Q来讲 他认为有很多的不合逻辑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很不合逻辑的地方 因为现在大家说呢 这个大姑老公啊 如果你身陷牢狱 你一定很需要这样的殷亲 这样的立委 这样的立委大大嘛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拉下水呢 好但现在徐晓星说什么呢 他是诈骗犯 他不可信 媒体不可信 好我们请教一下 义三哥 因为他现在开告了 开告三个人 什么呢 周刊 开告了大姑老公 开告了郭喜 但没有想到周刊 现在也很硬 两边对杠了 好现在呢 因为近周刊也说 报道具有公益性 也会提误告 但今天徐晓星说什么呢 他说 我采访的时候被骗了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被骗了 徐晓星怎么说呢 他说 我在受访的时候被周刊欺骗 没有做合理的查证 徐晓星受访的时候说 周刊当天采访我的时候 是利用欺骗的方式 没有做合理的查证 当时传信息给自己的时候 是说 委员你想请教你 针对司法单位 接获讯息 指你涉及浅见 说没有声闻 回馈内线等等不法 你有什么相关回应吗 好 刚好打电话给记者的时候 对方也没有讲 现在两边看起来开战 徐晓星认为说 媒体没有讲 他被媒体记者给骗了吗 侦察部刚刚 我们通常限制的叫法官跟检察官 那其实有很多相关人 事实上是可能把消息传出来的 所以媒体一定做了相当多的查证 事实上在媒体这篇报道里面 实质内容并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是讲了 徐晓星的姐夫叫杜炳城 他讲了三个案子 徐晓星当然可以去告杜炳城 杜炳城是诈欺犯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诈欺犯在外面 大家可以不用相信 诈欺犯在法庭里面 他所有讲的话叫做证据 如果他敢讲错话 他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讲了这些话 未来可能再加一条 不只是本案的诈欺犯的诈欺罪而已 他可能加一条叫伪证罪 七年以上 所以你说诈欺犯在外面骗人 我们不要相信是对的 但是诈欺犯在法庭 如果讲出来的话 是必须要有证据的 我现在要逃就来不及了 我干嘛还多一个违证罪 所以诈欺犯在法庭里面 是值得参考的 所以诈欺犯讲了这三件事情 是徐晓星必须去面对跟回应的 第二个叫做媒体 媒体做完充分查证之后 他尽量的报导 而且报导针对事实 而且媒体在问徐晓星说 你认不认识军火商 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不是套你 如果你不认识 你就说不认识 像我就真的只认识郭喜 其他真的不认识 他说我想一想 就是这句话起人一斗 如果你真的不认识军火商 你第一句话就讲 我不认识就好 他为什么说我想一想 也就是说 其实媒体的这个问题 其实只指了徐晓星的内心 第三个叫郭喜 郭喜昨天 徐晓星在开告的时候直接讲 郭喜今天讲的话 我一定叫做胡说八道 我一定要去告他 那时候郭喜一句话都还没讲 他为什么那么怕 郭喜讲出什么话 回过头来讲 徐晓星跟军火商的关系 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是从马文军的泄密案开始的 不要忘记了 马文军的泄密案 他把资料给韩国大使馆的时候 很多人拿到资料 大家都不敢报 为什么 因为那个叫精密 没有人敢报 为什么你徐晓星敢报 不要忘记了 郭喜在谈所谓的 马文军泄密案的时候 直指 他是两个军火集团里面的竞争 所以有另外一家的军火集团 找了马文军 去把这个资料 报给韩国大使馆 让韩国大使馆 提供给台湾技术的那家军火商 抓起来嘛 所以他其实陷入了所谓的军火商之间的竞争 而徐晓星在去年去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我们可以合理怀疑 他是不是在帮另外一家军火商嘛 这就对价关系就出来了嘛 有没有所谓的 接下来的所谓的厂商回馈 跟股票的内线交易的问题嘛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媒体我们也没报 但是让人家起疑斗的是 你为什么选上立委之后 你跟陆军没关系 跟空军没关系 跟海军没关系 你只跟王军有关系 你为什么去 所谓的国防外交委员会嘛 那第二个问题嘛 第三个问题 就是你告郭喜 就是让他质疑 你进国防委员会 是不是要取代马文军 因为马文军被盯上了嘛 取代马文军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嘛 马文军扮演的角色 我们之前节目都讨论很多了嘛 马文军扮演什么角色 就是在国防外交委员会里面 去当军火商的一个前客 一个跟中间人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你想要取代马文军 因为马文军被盯上了 所以种种的一道 许晓星都没有解释 他采取的方法叫做 一告 一个告 二告 三转 三转 转到王毅川去嘛 我都讲最近 于北辰将军 北辰将军在那边 等一下北辰将军可以转 最近网路上最大的流量是谁 就王毅川跟于北辰 因为小粉红猛攻啊 所以所有许晓星一哭 二告三转的目的 都是为了转移焦点 充他自己的声量跟流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